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今天我们要来看 这个蒋万安一定头很大 怎么说呢 因为先前台制光案 还没有处理完 郝龙斌又丢出了两大劲爆的话题 包括柯文哲任内 有没有放水 让金华城拿到史上最高 百分之八百四的容积率 以及柯P推动的市北科标案 有没有让星光人寿走巧门呢 现在讲完上台 都要一一来解决这些争议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新竹市长高宏安的涉滩案 密集开庭 昨天关键证人小兔 再爆料 高宏安的个性 真正是算得盈盈盈盈 连去超商拿高铁票的十块钱手续费 都要助理付 不然就会一直被碎碎念 有这种的老家 真的是引发网友议论 我们稍后都会一起来讨论 那么赶快来介绍到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林岳慧 孟琪好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着呢 欢迎到的是国民党新北 新议员吕家凯 孟琪好 大家午安 稍后呢 还会有民进党新北新议员 戴伟山 以及民进党台北新议员 许淑华 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先来看 现在呢 台北市是不是做什么事都很大方呢 到底有没有所谓图立金华城容积率这件事 我们一块来看 民进党把炮火对准 柯奖两位前后任台北市长 要两年说清楚金华城改建案 柯文哲市长的任内 是将这一个金华城的改建案 容积大放送 金华城这个威京集团 平白无故的 赚入上万平的楼地卵面积 等于从这样的容积奖励 中平白无故得到 台北市政府放送将近四百亿元 给他的容积奖励 从三九二到五六零到八百四 然后呢 回馈了台北市政府什么呢 两百平的这个工艺空间 然后五十年的公园 还有九十格的充电汽车格 跟六七十六格的汽车格 人行到周边的改善 多给了金华城两万平 痛批柯文哲论内 把金华城容积率提高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反观周边矮房子 人只有百分之两百二十五 这就是科市居住争议 口口声声在讲 捍卫居住争议 请问你捍卫的是谁的居住争议 旁边的居民的居住争议都没有 容积奖励到现在没有办法变很高 从二二五到现在 一直争取到现在都没有 不只地上违法 地下也违法 地下的开挖率 从百分之七十趴 放水放到百分之八十一趴 也是当年 柯文哲的副市长 彭正森 担任主任委员的时候 所决定的 那个是有都委会 他是一个合议制 所有会议几乎都上网公开 他们如果认为哪里有问题 就拿出来讲 柯文哲人推给都委会 但略营痛批这道龙基奖励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再使用 根本是为特定财团设立 这不是图例 什么是图例 都发局就回给监察院说 因为这个都市计划法 二十四条自行拟定 变更设计计划的这个项目 以后因为有太多的制度面 不够完善 容积奖励的法规 相关的规定的问题 如果以后有人要用 这个二十四条自行拟定 变更设计计划 新增容积奖励之案件的话 我们将不予受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 只有金华城这一件 史上只有一件 未来就不会再有了 因为都发局 已经不再用这一条了 那这个不是图例 什么叫做图例 金华城改进争议 宛如滚雪球势必越少越大 到底科匹市府任内 有没有这个独厚 有没有图例金华城 这个部分相关的细节 等一下议员我们来补充 因为我想要先请教一下 约会姐看到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 做什么事情都很大风 不少的台北市民怎么想 从先前我们讨论很久的台制光案 就是有法去买比别人更贵 这样也给他签下 那现在金华城的改建案 自创项目多给人家多少 五千五百八十五平的容积奖励 那北市府后来也被监察院给纠正 这个容积奖励这个破天荒来 百分之八百四 不要听过这么多 这个约会姐怎么想呢 因为刚才卓冠廷议员告诉我们一个数字 就是周边的房子 连两百二十五% 如果都是很困难的话 为什么独独金华城 它可以有八百四十% 而八百四十%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涵 就是等于多给金华城 两万坪的土地 如果说在这边 土地你觉得一坪一百万吗 还是一坪超过一百万 是多少价格呢 你就是乘上两万坪 等于就是我们过去的柯市府 柯文哲市长 对于金华城给他的这个所有的好处 为什么其实今天早上 等一下淑华议员还会做一些补充 这个因为今天早上的记者会上 也告诉我们说 原来这么宽厚的条件 是只有对金华城才有 也唯独只有这个案子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未来也不会再有这么宽厚的 一个容积率 那为什么特别对于金华城这么好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蒋市府前几天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台北市 大概有好像据说是 八成以上的房子 都是三十年以上 是 没错 的房子 所以呢三十年以上 我先要讲台北市政府 过去几天给大家一个错误的观念 好像觉得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就一定是不安全的 不一定 那但是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可能它不安全的比例是会比较高的 那所以如果台北要进入一个 大都庚的一个时代 什么东西是最好的诱因呢 当然就是融奖率嘛 融机奖励嘛 当然啊 提高大家意愿嘛 如果说在合法的范围 在安全的范围 如果每一个建案的土地 如果都能够有八百四十趴 我相信呢 大家房子半夜应该都是签好了 所有人大概都会同意了 但是可能吗 一定藏着要的啦 对 所以现在连一坪换一坪 我们现在因为是地震的这个时代 我们还不是谈说 是不是要都庚啦 是不是要围牢整建 这些都还没有进入 是因为地震所引发的 大家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心理状态 如果我们大家都这样想的话 为什么过去会有这样子一个八百四十趴 这个是前市府 这是柯文哲 你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嘛 那接下来我要给台北市政府 现任的蒋万恩市长 一个这个爱的鼓励 同时也给他一个锦囊妙计 爱的鼓励是 因为我发现这个蒋万恩市长 他到现在 应该就任已经一年半了吧 是是 可是呢 事实上在这过去一年半当中 除了他有非常多的保姆之外 他在市政的议题上面 是做的坑坑巴巴 2266的 所以如果说他要一改形象 因为我前几天看到 淑花议员他们民进党的党团 在市议会里面说 是要护幼主 为什么用这个幼字 不是讲蒋万恩年纪轻 而是说他对市政 也不是说他其他的生活的职能 他在面对人上面很幼稚 不是 而是他对于市政上面 处理上面 这个秋环 这个秋楼 真的是蛮幼稚的 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一个锦囊妙计 既然你过去一年半 你没有办法好好处理台北市的市政 台北市的市政是 在这个从郝龙斌一直到 柯文哲千疮百孔 尤其是柯文哲的时代 所以你只要就你刚才所讲的 依法处理 然后这个每一个案件 你包括台志光也好 或者是你刚才讲的金华城的也好 你全部把资料收集齐 那该解约的解约 该送监察院的送监察院 我觉得至少台北市民会觉得说 那蒋万安 你终于从右变成小 然后终于长大了一点点的感觉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好的话 那我觉得你未来还有什么政治前途 恐怕也在未定之天 这个处理手法当然是要更加细腻 因为面对这么多事情 蒋万安是怎么样回答 这个议员的质询 说我们台北市都配合监察院依法办理 当然今天看到淑华议员有开个记者会 可是这件事 其实是蓝绿都觉得有问题 这一位游淑惠议员 这国民党的 国民党议员也说 不要再讲什么配合监察院了 因为监察院报告就已经说了 这是有重大的为师 所以现在市府要想的应该是 如何把这些楼地板的面积给讨回来 所以蒋万安如果再继续讲 这种比较空洞的这样子的官话 连国民党的议员都快要听不下去了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淑华议员 刚才大家在讲到 像玉慧姐讲到那个关键 如果说什么现在进入大都庚时代 你要给人家容积奖率 要给到百分之八百四 大家拨妹也收钱 大家都想要吗 但是不可能啊 可是为什么独独对金华城这么好 现在那边说真的 如果改建成商办大楼 那边大概一瓶 这样大概要价多少 那个沈青 已经自己在他的这个宣传的影片里面 就讲这边大概一瓶 未来可以卖到两百万 一瓶上看两百万 观众朋友听一下好不好 然后台北市政府大方送送他 如果从农积五百六到这个八百四的话 大概我们换算下来 免费大方送送两万 两万瓶给他 送两万瓶 那算了 市价差不多超过四百亿 超过四百亿 有够大方啦 是 其实我我一直认为说 其实这件事情后来我为什么要先咨询 奖万安 我认为其实他新科的市长 他应该对于前朝的一些旧的烂摊子 他应该好好来处理 就像之前我们那时候期待柯文哲 一上任五大弊案 可以好好处理 就后来变五大大放送案 到现在就是这样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讲话 必须面对的这个柯文哲的几个弊案 第一个就是我们金华尔城 另外还有北市科 接下来还有监视器 这些都是在柯文哲任内所核定通过的 这这个部分他接下来要面对 所以我们还希望说 那讲话你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处理这件事 後来我就发现讲话 其实他不太敢处理 因为我咨询完了以后 对 我就觉得他在怕什么 我咨询完了以后 我说要不要启动正风调查 他说好好好 我说个礼拜正风调查 没问题 结果正风调出来 调查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我念给大家听 正风就讲的 就跟柯文哲讲的一模一样 讲的内容就说什么呢 这个是都市计划委员会 还有都市设计土地使用开发 審议委员会 他们大家共同决议的 所以经过审查通过了 所以呢原则上 因为合议制 所以呢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如果议员未来 你如果发现有明显 具体涉滩的情况之下 再告诉我再来办 是我在调查 还是你在调查 我说哪没说 对啊 这个是很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薰硬了事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讲案不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议员不好意思 讲案的问题 议员等下继续补充 我先讲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柯文哲 他也有话要说 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在怀疑 金华城这件事 他说我们所有的会议 都上网公开了 如果你认为哪里有问题 你就拿出来讲 记者会开完 要有结果 不然你们通通都是虚晃一招 人家他觉得他所有东西都公开透明 都没问题 所谓公开透明 当然公开透明 看起来就像刚刚这个正峰讲的 好像看起来都很透明 很透明 可是实际上什么都查不到 难道真的查不到吗 我跟大家讲 我想那个佩芬姐 他很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要反古时代 这个龙瘫而垢的故事 为什么讲完他不敢查 后来我去查了资料 才发现原来当时呢 我们金华城那块地叫做工业用地 那工业用地那个时候变更成商业用地的时候 是在黄大洲时代的时候变更 吴伯雄黄大洲时代变更 那真的long time ago 那时候变更的时候 我就去查 当时的这个金华城股份有限公司 黄大洲居然是董事 他是市长 这样才不晒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沈慶晶也是董事啊 也是这个公司的董事啊 这样你刚好 对 这样你刚好 然后呢 再一直演变演变 到后来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讲完不敢查 因为里面太多的他的 安侯 阿伯 他怎么查啊 所以呢 我们后来又想 那结果现在出手的 就是刚刚提到了监察院 我给大家看一下监察院的内容 监察院提到的 他因为那个都是专业的委员 他们去看的 后来看到了几份的报告资料 有一份的报告资料 就是说台北市政府所属的 所属的委员会与都市发展局 所属的这些审议的机构里面 他认为他审议里面 均有重大为师 那所谓的均有重大为师 我跟大家说明清楚 大家 我很简单讲 大家都清楚 这个都市审议委员会 当时主政的这个会议的人 叫做彭正生 他是柯文哲的副市长 然后他在里面就跟大家引导 说他这个要容积奖励 要拿百分之二十 还有一个叫容积移转 那容积移转 因为那是金华城的权益 因为他有别的容积 我要移入这里百分之三十 好 那这个部分 如果让他移入百分之三十 还是要在审议整个环境 因为对面还有这个谷基 有这个台北机场 还有松烟的谷基 事实上是不能量体太大的 所以我想百分之三十本来他是针对要百分之三十 后来呢 柯文哲呢 当当时又跟柯文哲提说 他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 那这百分之二十的容积奖励呢 后来那个这个所谓的彭正生 就讲了想了几个方式 一个呢叫做这个对 他想了几个方式给他八趴 就做这个移居城市八趴 然后呢 这个建筑 智慧建筑八趴 再加上 如果你有个绿建筑 再四趴 加起来二十趴 你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 就再给二十趴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监察院就针对 刚刚讲的那二十趴 大家有意见 说这有重大为师 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考试 本来是比试是一百分 结果呢 大家都一样都考试比试一百分 忽然间金华城这个案子 忽然间说比试只占八十分 剩下那二十分是什么呢 看你有沒有财力八趴 看你有沒有背景八趴 再看你的公关能力强不强 四趴 全部加起来再给你二十趴 所以呢 他这二十趴灌满了 就变一百分 那别人可以这样子吗 别人最多最多只能到八十分 但是他用这样子灌到一百分 所以只有这个考生 他适合这样的条例 所以他说有重大为师 重大的疏失嘛 那结果呢 更好玩的是我们都发局怎么回他 结果呢 我就说讲完 因为背后太多 太多的安口了 太多的一些政商关系 然后首创的蓝白盒 疑似图利厂商的就是 就是这一个精华城 你看喔 结果市政府 我因为我们監察院已经纠局了 纠正了 那纠正的时候 他就必须回函 就都发局就讲了这句话 就刚刚在记者会念的 他说 而后 如果因为他说 这个有关于 这个农机奖励的法规 跟通案的都市计划 的规定办法 而后如果有土地利 权利关系人 依照这个都市计划法二十四条 就是我刚刚讲的百分之二十的 那个十四条 如果有这个二十四条的规定的话 要用这个这条规定的话 那涉及这个农机奖励的这个案子 我们就不再受理了 以后不能再用这一条 以后不可以 对 他就回给監察院说 以后不会要用这条了 这个是以前的 现在我不会再用 你纠正我 我已经我已经承认 我有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用 就这样子就结束了 但是问题是 案子精华城 在你何康 那我们就说那讲完你可以让容积减少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 有些重大的缺失 你可以依照监察院的函 可以让他减少 当时柯文哲用监察院的函 去让他容积奖励 挥到从三百九十二 就是郝农兵讲的三百九十二 一直坚持不动 然后忽然间可以变得五百六 那个关键是在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当时的监察委员 叫余藤芳 余藤芳对 余藤芳对 那个监察委员 他他那个时候 他还当过那个鸿秀柱的 那个竞选总干事主任 他是监委 那个时候省庆进去找那个监委 然后就把就要求市政府要市政府给容积 给到五百六 那个时候 郝农兵就是坚持不给 还是维持三九二 但是五百六就不给过了 但是柯文哲一上任 柯文哲是一百零六年上任 十二月二十五号 他在一百零七年的一月 就通过了五百六 他一上任就通过了 原本是五百六 后来又变到八百四 后来他又再增加到八百四 我可以请教一下俗华议员吗 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冠庭议员 他有拿出一个这样子的手版 那是因为台北市这边有自创了三个不同的融奖 对 就是有任性城市的贡献奖励有四% 智慧城市的贡献奖励有八% 然后宜居城县的贡献奖励有八% 那因为这三个奖励 所以多给了五千五百八十五 五千五百八十五平 将近五千六百平 那现在如果赵淑华议员刚才所讲的 是这三项的融奖 是只适合这个案子 前无古人后无来断 以后也都不会有了 那我的问题是 我们台北市现在不是任性城市了 我们从此以后叫不任性城市 然后那我们现在也是叫不智慧城市 我们住着一群不智慧的市民吗 那我们以后也不移居了 我们大家都应该要签离台北市吗 这个事发生什么事 可不可以给我们市民一个解释 为什么以后的人都不能适用呢 这真的是很奇怪 其实在监察院还没纠举前 都还可以适用 但是监察院在一月 发了函了以后 那个独发局就自己检讨了 不敢 不敢 不敢再放 这个听起来真的猫腻很多 对啊 所以一般的市民旁边 我在讲 金华城就是只有金华城 其实都市都庚奖励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庚奖励的话 应该你要大面积的都庚 所以你要把旁边的周边的居民一起谈起来 我们一起谈都庚 你才能拿到就二十趴 他旁边的居民都没有办法都庚 他也没找旁边居民都庚 他就自己要开发 自己开发 居然还用都庚奖励 所以才创出那三个名目给他 用这个三个理由 让他合法性 所以呢 柯文哲当然可以哒哒的讲说 哇一切都合法 然后都是你们都省委员会通过 都省委员会我刚刚讲的嘛 彭震生是个关键 为什么他去诱导嘛 然后创了这三个东西嘛 就像监察院纠举了以后 都法局说以后不用了 另外一个就是都省委员会 审议的时候 在拍案听过 通过的那个时间点 你们知道吗 那个时候是疫情的时候 他们用线上会议 线上会议 然后呢 用所谓的台北通签到 就在线上会议 通过了史上最高的八百市的容金 奖励 当时有一个委员 外部委员 那时候委员总共二十三个人 然后呢 府内有八个 府外有七个 那府外有七个 其中有一个很奇怪 他叫做张哲阳 那时候呢 台北市长叫做柯文哲 他同样又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是张哲阳 他叫做退休的公务人员 他当时的身份是民众党的秘书长 然后在那个会议 这个名字很耳熟 有两次的会议六百零二次 跟六百零五次 他都在场 然后就拍板定案 就通过了 对啊 都是合法 视讯会议都是合法 所有账面上都合法 可是为什么可以史上最高 就这样通过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不要再推了 不要再讲说 那就推给省议委员会 这些省议委员会里面都有money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柯文哲 留下这样子的案子 讲完 现在是要怎么处理 好 刚才议员有讲 公布过去 这个相关的 这个董事什么的 都是跟讲完案 这个看起来 听起来关系肥浅 所以这到底 这一刀要怎么砍下去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讨论